我也已经有了答案 如果你想要听的话 我前两天刚好遇到一个小女孩 年纪就跟心仪差不多 看到她我就相信你们了 你最近怎么样 你什么时候回来 想我了吗 你就直接说想我呀 我每天都很想你 想你的脸 想你的声音 有时候 我不想这么想你 但我又没有办法控制 我就是很想你呀 自从你走了以后 曾经的一切 变得那么清晰 你第一次来店里 跟我买车的时候 你大发雷霆 我不得不道歉的时候 我大半夜走在马路上 绝望地不知道该怎么样 才能回去的时候 你给我名片和车钥匙 让我勇敢面对的时候 记住 自己去 自己去 自己回 我都以为 我都以为 你只是一个瓶水相逢的陌生人 一个坏脆气的过路人 一个要求严格 不苟言笑的老板 所以 是什么时候变了呢 是在天桥上 你叫我如何化解烦恼的时候 生活再艰难 给我们出再多难题 我们都要继续 与其难过担忧 何不孝着面对 还是我面试成功 你看着我笑的时候 或者是美丽的烟火下 你告诉我 你的心意的时候 我希望明年的此时此刻 我们还能在一起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你却像空气一样 无处不在 所以你在哪儿呢 关于你问我的问题 我也已经有了答案 如果你想要听的话 就快回来吧 可是你这是弄我